飞天魔女龙云凤 主动登门要传授徐良的武艺 这件事情就非常奇怪 真是白眼眉疑惑不解 他不明白龙云凤说的是真 还是假 他的目的是什么 速无往来萍水相逢 要没有人情走动 出于什么动机要传授徐良能为呢 江湖上还有那么句话 命舍一定金 不传一招决议 说我给你花多少钱可以 你要跟我学真能呢 不行 要学可以 那得过命的交情 有一定的感情 不然就轻易传授你决意 连门都没有 这个龙云凤就不这样 主动要交给徐良能呢 能使老心不怀疑吗 那位说龙云凤究竟是何许人也 真像传言说的那样吗 一点不假 这是本套书上最神秘的一个人物 将来到了后本书 咱们说到大破八卦四项金灯镇 五星昆仑绝命台 六十四建大聚会 到那时候 咱们再详细对他交代 他还有一番传奇的绅士 此番他主动登门交给徐良能耐 也有一定的原因 只是他藏着心底 没对白眼没说而已 先言少许 妾说徐良 给龙云凤磕了头 龙云凤往前一凑 梁子 起来吧 不必客气 他嘴这么说 伸手一抓徐良的手腕子 往外一拉他 但是龙云凤 暗中可就使上劲了 他使的是大口天刚器 应着力的硬骨 他要试试徐良能吃得消 吃不消 但是 他只使了三成劲 哎呦 可要了徐良的命了 老心毫无准备 觉着不好 已经完了 徐良就感觉到 从脑瓜顶 麻到脚趾的尖 半身不遂 几乎要瘫痪了 徐良这心里就一翻课 心说龙云凤 你要干什么 你这不是按下班子 说人话不办人事 你要把我徐良废了 不成 因此徐良也就急了 舌头尖一顶上牙膛 叫丹田一粒混元气 脑瓜子一捕着 运用气功 气发丹田 丹田又关于丹臂 徐良这胳膊 蹦一下就粗起来了 因此 这才把龙云凤 大口天刚气的功夫 给闭住 龙云凤一乐 哈哈哈哈 巴了 小子 你这气功练得还可以 要换个旁人 非得叫妈不可 徐良虽然没叫出来 斗力大的汗珠子 顺着脑袋 逼得大大也流下来了 老星心中暗自叫苦 一看人家撒了手了 淹死也没发作 信说我这回可住了一了 跟他打交道得留神 不知在哪一阵 他犯了魔劲 就去把我这条小命给搭上 再说龙云凤 跟徐良说 徐良啊 方才我说的是实话 你这宝剑拿不出手去 因为教你的人 他本身就是饭桶 明师才能出高徒呢 我希望你在宝剑上多下功夫 要想成名 非得把剑练好 你睁开眼睛看看 世外的高人 有几个不会练剑的呢 当然我不是说小桥 其他的兵器 你懂吗 我明白 如果你要不服劲 你看看我练烫剑 做个示范 啊 你在旁边坐着 看我的 徐良刚要逼个这青龙剑 人家没有 再看龙云凤 把外边这个大白袍子 闪掉了 里面是短一斤 小打扮 仍然是一身白 在白布囊之中 拿着块皮条子里 这皮条子能够三尺 把头上的三发 拢了一下 勒上皮条 然后 从腰间一伸手 咔蹦 拽出一把折剑 什么叫折剑 就是在腰里能盘着 运崩凰 拽出来 就见这院里头 瞎光万道 是锐财千条啊 照得徐良都难以睁眼 这个绿翘翘的 这是什么宝剑 怎么这么亮 青龙剑跟人家的剑比起来 那可差得太多了 就见这把宝剑 比徐良的剑窄的一倍 尺寸长短可差不多 就是特殊的那么亮 还没等练以前 徐良仗着胆子问 老前辈 恕我直言 我想打听打听 你老人家使的这把宝剑 叫什么名字 感觉奇怪吗 你先拿过去看看吧 是 等徐良接过来一遍了 哎呦 你别看这宝剑 比我那宝剑窄着一倍 这分量可沉得多呀 他往剑都市一看 造着一行转子 扑似现在的甲骨文 徐良看了半天 也没认出是什么字的 就搅着这把宝剑 冷气逼人 离着两担子还有半尺呢 就见这脸上 刷刷刷冒凉气 寒毛似乎都往下掉啊 真是出一毛利的 徐良看把多时 又还给人家 我看不出来 徐良啊 大概你能听说 这把宝剑 叫碧月修光扫魔剑 啊 徐良点点头 哦 我看过兵器谱 这第一章的头一篇 就记载的这把宝剑 叫碧月修光 对 一点都不错 我 佩戴此剑 已经五六十年了 这把宝剑 这把宝剑也没少替我出力呀 良子 我先许个愿 将来你真把能耐学好了 达到我的满意 我一高兴背不住 把这柄剑 就赠给你留个纪念 哎呦 我可不敢当 无辜受禄 寝室不安 当然 现在我还不能给你 啊 咱们抓紧时间 说练就练 你往后扇车啊 徐良躲出多远去 再看飞天魔女 单手提剑 望着一站 紧跟着 并喜宁神 望下一夫身 把剑招就十张开了 这头一招 就天和道谢 一招分着八招 这第二招 叫霹雳狂风 一招分着八招 这第三招 叫判官索命 仍然是一招分八招 一伸手 就二十四路 把个徐良都看傻了 他从来没看过 这样的剑招 就见人家把这柄剑 使活了 身随剑走 剑随身转啊 也跃跃 传出风雷之声 徐良心说 这是人吗 这简直是个神啊 哎哟 怪不得说大话呢 比起我老师 金金好斗 没良足 比起春秋四老 天龙地雅 他确实要高的多呀 难怪 难怪人常说 能人背后有能人 好汉 背后 还有好汉 这话是一点都不假 人比人得死 货 比货 得扔 徐良心说 我自觉着 谁能保住 遇不上这样的仇人呢 我要没有一定的能力 也得把命搭上 看来功夫功夫是非练不可呀 徐良一边看 一边暗下决心 龙云凤一口气 练了八招 八招是六十四路 等练完了 人家揣一收招 气不长出 面不耕涩 把宝剑往地一扔 砰 插在地上 这宝剑烂颤 龙云凤在徐良面前一蹲 怎么样 小子 我练得如何呀 好 实在是好 太好了 我算开了眼了 是捧我呀 是说的实话 是实话 发自内心说出来的 我相信是真的 因为咱们练这个宝剑 第二位他不会 梁子 知道什么宝剑吗 不清楚 摩山剑 这种剑术 只有我们摩山派 我们一样撒毁 要再出了个第四个会的 就是你 要有第五个 那就出了鬼了 那别人不会 乐意消吗 乐意消 好 今天晚上不算 明天开始 我就来教你 摩山剑 不过贪多教不赖 也没那个时间 我仅能 交给你这八招 你把套路记熟了 没事 好好复习 久而久之 你就能掌握他的奥妙 将来是不难成名啊 我也希望你成为我们摩山派的传人 多谢老人家 龙云凤说到这儿 扬起脸来看看天气 大概四更天过了 我得走了 啊 你到哪里去 我还有点事 还跟朋友有个约会 今天必须走 明天我再来 你老人家什么时候到 你甭管 你甭找我 我自己就来了 啊 该练功你还照样练你的功 龙云凤说完 戴好碧月修光扫墨剑 哈腰捡起白袍子 然后呸在身上 把麻绳一举 用手一指 梁子 那是谁 啊 徐梁甩脸一看 没人 等再回过头来 龙云凤净不见 徐梁一拨了脑袋 我这位真是来无踪去无影 好快的身体 老姓低了要上房 扎着背望 四外观桥 连个影子也没看见 徐梁重新飘落到院里 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身 就思索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越想自己这能耐 越白给 我可差的太多了 真得好好练 往后除了在开封府当差之外 每天我得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 下下苦功夫 你看徐梁这个人就这首好处 勤学苦练 要不怎么他成名呢 要想人钱显贵 就得暗中受罪呀 徐梁就是这种人 别看他嘻嘻哈哈 他的心非常重 对什么感兴趣 他是非学好不可 老心徐梁感觉到有点乏了 收拾收拾东西 回屋休息了 这一觉睡得第二天日头老高的 叫个仆人把他叫起来了 徐梁夫妻已毕 赶紧奔上房 看母亲的病 徐三奶奶 刚吃过早点 一看这精神 比以往强多了 徐梁感到非常宽慰 母亲 我看您可好多了 儿啊 娘总算躲过这一关了 哎呀 我心里他也着急呀 您急什么 我替你着急 你现在是官身子 不得自由啊 包大人正在用人之际 让为娘活活把你拖住 也有不及之力呀 孩子 要照这样 娘三日五日之内 就能好了 你就收拾东西 赶紧回东京吧 母亲 您不必替我捉急 我已经告好嫁了 躲在母亲康复之后 而再走也不晚 徐梁说着 给母亲的衣服披了披 拿着药方 让火炬去抓药 然后亲自煎汤熬药 那徐梁是个孝子 陪着母亲在这坐了一会儿 挑娘爱听的话 娘俩谈了一会儿心 徐梁这才回屋休息 他干什么老休息 他要养精许锐 等晚上好练剑 没精力能行吗 简短揭说这一天过去了 到了晚上别人都睡了 徐梁把后院扫得干干净净 小桌椅子 茶壶茶碗都准备上 刀标暗器 青龙剑也准备好了 徐梁开始练功 先练了一趟 无足点穴拳 又练了一趟 八卦连魂掌 练完了 开始练标 标练完了 练绣剑 墨玉飞黄石 最后练大魂刀 压咒的 就是青龙剑 他就回忆昨天晚上 龙云凤 交给他那些招 虽然没掰着手交 但是他看见了 老心一想 这招是这么使的 照葫芦画条 我先比量比量试试 徐梁真灵 有过目成颂之才 就看了一遍 就记了个八九不离试 他先走了一趟 叫这个陆树队 紧跟着 又进一步开始练 徐梁练的第三遍的时候 就停椅子上 有人跟跟乐 回头一看 龙云凤 不知什么时候来的 鸭子腿拧着 正坐这喝着水呢 一边喝一边在这看着 徐梁赶紧强步 亲身攻身事运 老人家 弟子眼捉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的 哈哈哈哈 来半天了 行 你小子比猴还多着八套 看了一遍 你就全裸过去了 刚才练的斗队 只有第四招和第十五招 显着生疏 没关系 今儿子 我正式教你 来来来 抓紧时间 龙云凤 照样把白袍子脱了 用皮条子把散发勒好 从腰中撤出碧月 西游光扫墨剑 跟徐梁两个人站起 开始手把手 交给他摩山剑 头一天呢 就晓了一招 叫天和道谢 您听这名吧 天和要开了口子 哗哗要躺下来 那里多大的气势 就形容人家这个宝剑 开门见山 以势不可挡之势 取胜的决心 是非打上仗不可 一招分着八招 徐梁这个高兴啊 一直学到四更天以后 把天和道谢的八手 都掌握了 龙云凤往椅子上一坐 练 就照我教你那样练 是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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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等练完了 龙云凤一瞪眼 怎么那么笨 这第三手和第六手都不对 重练 啊是 徐梁又没练队 龙云凤过来 往旁边一推他 看过他 怎么练 他又做了示范动作 然后又叫徐梁练 一直徐梁练队了 他这才乐 嗯 行 还算有出息 记住啊 就教一遍 往后我走了 你就照这样练 一直到快五更天 龙云凤站起来 梁子 又到时候了 我该走了 老人家 我家里很方便 有不少闲法子 你要不嫌弃的话 可以在这休息 不不不不 叫人家看着我 像个火鬼似的 观之不雅 另外我本身还有事 我跟朋友有约会 人家还等着我呢 啊 明儿晚上 我再来 再见 书这话飘尸上方 转眼不见 徐梁一想 真是神龙剑手 不见尾呀 高人爷 徐梁没闲着 又重新 复习这天和道谢 一直把这八招 复习好了 这才进屋休息 书说简短 转过天来 徐梁照旧 看望母亲 你看娘 确实健强多了 陪娘落完科 给母亲煎完药 这才回屋休息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到了晚上 徐梁照旧 就准备好了 一天过去 一天 交给他一招 分八招 只是最后这两天 不往下交呢 让徐梁开始总复习 到了十一天 到了十一天 这天晚上 龙云凤看徐梁练完了 一乐 算了 算了 咱们的缘分 到今天算结束了 我的传译 也开始告终 我身上的点能力 也算交给你了 你感觉这磨山剑如何呀 太好了 可惜我还没有完全掌握 其中的奥妙 对 功夫功夫 哪有十的天 就学会决意的呢 我说过了 你平日要加紧雅炼 日久天长 你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 另外呢 光炼不使唤还不行 将来你回到开封府 遇上敌人的话 不妨你就时时避跃 修光扫墨剑 非得实际用一用 你才知道此剑 剑术的厉害 是尽尊了人家之命 徐梁啊 明天晚上我就不来了 咱们日后见 青山不老 路水长流 我相信还有见面的机会 老人家 我有件事情 大僧跟您说一说 说吧 什么事 我总觉得 武功受入 寝室不安 我对您老人家 毫无有孝敬之意 您肯于把决意传授 我 我脚着于心不认啊 请问老人家 我得怎么报答报答您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小子 你抢到我前面去了 我就是要跟你提这件事 我还要问问你呢 平白无故的 我传授你决意了 你怎么报答我呢 我也不知他怎么说好 那老人家 你说吧 究竟叫我 怎样报答 好 许良啊 我承认 我是个怪人 确实 我有时候 犯疯病 但是 我并不糊涂 我这个人 要认准一条道 我非跑的头 不可 既然话说到这儿了 我就公开告诉你 我有个仇人 哦 但不知他是哪位 甭说 现在还不到时候 这个仇人 我太恨了 要按理说 我杀他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我不那么做 我得给你留着 你记住啊 要想报答我 传箭之恩 你得把这个人 给我宰了 徐良文婷 下了一缩脖子 哎 请问老人家 您叫我宰的是 哪一位 t 好 那 请不吝点 你们 ики sortir